自从哈里和梅根公开亮相以来 首牵手秀恩爱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甚至在王室时 他们还因为牵手被民众各种吐槽 觉得他们不符合王室理 英王室虽没有明确表明 夫妻二人不能在公共场合秀恩爱 但为了塑造更好的王室形象 英女王 菲利普亲王 威廉王子 凯特王妃等人 都不会经常性地在公开场合秀恩爱 而这似乎也成了英王室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可是梅根对此却不以为意 总会伸手去签哈里 哈里也有过拒绝 但没啥用 2018年 两人刚新婚不久 和英女王一起参加白金汉宫的青年领袖颁奖招待会时 梅根伸手去签哈里 哈里的手却躲了 本以为两人日后也能老老实实地遵守王室礼仪了 可是没想到哈里还是被梅根打败了 日后继续老实手签手 如今两人已经退出了王室 自然也就不用受王室礼仪的束缚 随时都可以手签手了 但哈里似乎并不这么想 他也有拒绝的时候 可是做回自我的梅根却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7月18日 他们两人一起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时 在做席上梅根就牵了哈里的手 但是被哈里拒绝了 可梅根不容拒绝 于是他便把哈里的胳膊拉到他的腿上 整个一下抱住了 还要实质紧扣 看到这一幕的网友也是很无奈 表示那不是爱 是战友 无论你喜欢与否 你都得按照我希望你的方式行事 也有人表示没有哈里 梅根什么都不是 因此他得把哈里牢牢地控制住 还有人表示 哈里想被梅根支配 这段关系已经接近了尾声 哈里很快就会哭着打电话回家 由此看来 网友们的评论也是一针见血 哈里一个纯真的大男孩 就这样被梅根带进了沟里 当哈里头断时间再回王室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 也为时已晚了 无奈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英女王今年96岁了 早在十多年前 老太太就已经迎来了四世同堂 如今曾孙辈已经有了12个 安妮公主的孙女萨凡娜·伊斯拉 安妮公主的外孙外孙女 米亚·丽娜和卢卡斯 查尔斯王子的孙子孙女 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 阿琪和莉莉贝特 安德鲁王子的外孙外孙女 奥古斯特和西耶娜 一晃眼的功夫 心意察的小朋友们也慢慢地长大了 几天前 安妮公主携一众儿孙 一起出席了前夫马克·菲利普斯上尉的 二婚女儿斯蒂芬妮·菲利普斯的婚礼 要想继续下面的故事 我们不得不先来聊一下 这个有着复杂人物关系的混合大家庭 马克是安妮公主的第一任丈夫 两人于1973年结婚 婚后育有两个孩子 儿子彼得·菲利普斯和女儿扎拉·廷德尔 扎拉在结婚时冠上了夫姓 马克这位驸马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和安妮公主的婚姻到了第12年的时候 因为其余一位美术老师的暧昧不清 亮起了红灯 众所周知 王室成员要想离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事件的性质甚至可以上升为丑闻的级别 于是 愤愤不平的王室长公主提出了分居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分居期间 马克还不得不认下了一位私生女 不过这件事倒是也没对安妮公主产生什么影响 既然两人都已经分居了 那么就各自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毕竟彼时年纪还尚轻 又心高气傲的 尊贵的王室长公主 也不是能让自己受委屈的人 1992年 分居几年后 安妮和马克最终决定离婚 王室方面看这两人也实在是没有复合的余地了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决定尊重女儿的意见 然而 1992年对于女王来说 实在是不容易的一年 甚至有王室专家认为 这一年对女王来说是极其可怕的一年 因为同样是在这一年里 三月份安德鲁王子和妻子 沙拉福格森宣布分居 12月 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宣布分居 无论是从母亲的角度看 还是从国王的角度看 这几件事都可以算得上是 令女王极度难堪又焦虑的大丑闻了 和马克离婚后不久 安妮就嫁给了现任丈夫迪姆劳伦斯 虽然之前曾有报道说 安妮和劳伦斯的婚姻也曾经出现过问题 但是一直到现在两人也没有离婚 据悉是因为女王坚决不允许 再一次因为女儿的离婚 而让自己难堪了 不过近几年或许是因为年龄大了 安妮和劳伦斯的关系 也貌似变得越发的和谐了 劳伦斯经常会陪着安妮公主旅行公务 为此也让女王非常的满意 为了庆祝女王登基70周年 今年的皇家阅兵式 规模非同一般的盛大 然而众所周知 因为某住在洛杉矶的两位的原因 女王却缩减了登上 白金汉宫阳台上的人员数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鉴于劳伦斯辅助安妮公主 兢兢业业的份 女王也特批她与核心王室成员 一起站上了白金汉宫阳台 可见女王对这位女婿 还是很满意的 与安妮公主离婚近五年后 马克才走入了第二段婚姻 据悉迎娶了一位叫做 桑迪·普弗鲁格的美国棋手 当年她和安妮也是因为马术而结缘 婚后两人迎来了他们唯一的孩子 也就是这次婚礼的新娘 斯蒂芬妮 不过 马克与桑迪的婚姻 据说也早就名存失亡了 据悉 还是因为马克的老毛病发作 虽然马克和安妮离婚了 但她和她新的家人也一直住在 安妮公主的皇家庄园 盖特科姆公园里 所以 斯蒂芬妮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 彼得和扎拉 关系非常的亲密和谐 最小的妹妹结婚 哥哥姐姐都携家眷而来 这里又有一笔要说 坦白讲 这个混合大家庭的关系 真不是一般的复杂 当天彼得和前妻奥特姆 都带着现任参加了斯蒂芬妮的婚礼 彼得和奥特姆 予有两个孩子 11岁的萨凡娜和10岁的丽娜 两人于2020年6月 很友好的状态下离了婚 离婚后 两人也各自开始了新生活 彼得和妹妹扎拉的闺蜜 林塞华莱士 谈起了恋爱 据悉 林塞是一位石油大亨的女儿 有两个孩子 相较于出身普通的奥姆特 林塞的出身 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 这位单亲妈妈 兼豪门千金 有自己的豪宅 日常生活也很奢华 林塞和彼得 目前感情很稳定 据悉 女王已经见过 这位未来的外孙媳妇了 因为林塞 让她的宝贝外孙开心快乐 老人家对这位未来的外孙媳妇 也很满意 女王白金喜年庆典期间 林塞已经慢慢地 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奥特姆这边在离婚后 也密得了良缘 她的新男友是 爱尔兰的地产富豪 多纳尔·马尔瑞安 两人在女方 为正式离婚前的几个月 已经开始频繁约会了 不过 两人也没避着谁 毕竟奥特姆和彼得 彼时已经分居了 在国外 离婚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 所以在分居期间 为正式离婚的前任 各自开始新生活 也是没啥大不了的 有意思的是 奥特姆和她的前公公 马克一样 离婚后 也仍然住在 安妮公主的领地里 好吧 这大概也是为了 共同抚养 她和彼得的两个女儿 更方便吧 具体原因 外界不得而知 有很多王室专家预言 夏洛特 未来会像她的 姑祖母 安妮公主一样 辅助她的哥哥 乔治王子 也有专家表示 虽然不能成为王 但是夏洛特这颗金子 光芒不会被哥哥遮掩住 一分一毫 她就是她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